RUN95汽油预计在明年中落实针对性补贴机制 第二财政部长纳杜斯里·阿米尔罕扎就透露 政府在研究未来让社会者用大马卡和电子钱包 添购RUN95 尽管界定T15高收入群体的方法还没有定案 但是政府承诺会致力于捍卫中产阶级在内 大多数国人的福祉 以应对生活成本的挑战 政府早前预告加油站可能采用价格双轨制之后 针对性RUN95补贴的落实机制再有些眉目 第二财政部长纳杜斯里·阿米尔罕扎 今天在下议院问答环节透露 政府正在进行试点项目 研究收费群体以补贴价格填购RUN95的支付方式 消费带预告 Mycard 和EdomPAD 为了取消灵力 政府将会确保 制作的办法 和核心经济 B上95 并不符合 而被连接 财政部希望用身份证 和电子钱包这套机制 来鉴定哪些群体 有资格享有RON95补贴 同时界定哪些人 不符合资格 阿米尔韩扎也重申 85%的国人 可继续享有补贴汽油 其余15%的高收入群体 他表示 界定期15群体的标准 还在研究当中 现阶段可以确定的是 政府不会以统计局的 家庭收入调查易到窃 柴油方面 根据财政部 自从落实针对性补贴机之后 政府不但每个月 节省大约6亿令吉 通货膨胀率也受到控制 即至上个月 分别在 在Buddy Individu和Buddy Agri Commodity 组别下申请补贴的人 分别超过14万和6万5千人